爱情敏感不安 觉得对方有些过于自我 春节花钱导致爱情有压力 但花钱为家人买礼物 受到家人的赞赏 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 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稳定 新月过后月亮继续前行 与火星形成四分项 带来困扰和压力 同时也可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没有人能理解 想要发脾气 但好像又发不出来 火星与木星的三分 带来了勇气和大度 勇敢地追求成长 金星和木星的三分 则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 谦虚和包容的互动氛围 而火星与金星的六分项 则可能会让人 用轻松的方式进行互动 Thank you so much's 小 seminarımızı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